本田思域历来就注重迎合各国消费者的口味而设计车型 三门仙辈的两箱车 硬顶跑车COOP混合动力版等车型应有尽有 在中国的市场上更是经历了40年的丰生岁月 如今思域Plus也即将上市 无疑又是给消费者的一大惊喜 但据说思域Plus在国内货无2.0T车型 这又是为何呢 在外观方面除了前脸和时代雅阁一模一样之外 溜背式的车身设计和C字型的尾灯 也可以看出本田也为思域Plus精心打造了一番 在内饰方面仍然保持着B级轿车的豪华感和科技法 本田买发动机送车的美好名声远扬全球 而思域Plus仍然是坚持良心打造 深棒的车型在动力上采用了1.5T加CVT的组合 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30千瓦 除此之外呢 还有2.0升的混动车型 这是本田再一次为消费者展现出它的真心实意 但国内车型中却唯独缺少风靡全球的国外版的2.0T车型 众所周知 2.0T的发动机在油耗和价格以及保养等方面的费用 都高于1.5T加CVT的组合 而1.5T加CVT的组合 在我国完全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出行需求 所以搭载1.5T加CVT的组合的思域Plus 也是我国消费者的最佳选择 而按照本田为各个国家量身定制的一观做法 2.0T没有在我国申报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国内究竟会不会拥有2.0T思域Plus 这完全是一个未知数 但2.0T车型无论会不会出现在我国 相信本田一定会继续传承良心造的优良传统 给我国带来最佳品质的车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